而在世界仿車錦標賽方面 英國的派奧取得第二回合勝利 最終以領先11分的優勢 成功衛免全年總冠軍 王劍鴻報導 今年的東莫洋大賽 仍然都是屬於世界仿車錦標賽的最後一站 首場比賽是要賽9個圈的 使用滾動式起步 試水成績最好排隊位出 出現的是駕駛8號車的瑞士車手文奴 但一開始 他已經是被法國的伊云梅娜 主代了領先席位 上到第二個圈 香港車手地曼奇駕著的63號車 遇到撞車意外 被迫要退出 而文奴去到尾段 才是等到伊云梅娜壞車 拿回第一席位 除了同分的潘偶和伊云梅娜之外 原本法夫才是最有機會爭奪總冠軍的 可惜最後一個圈 被泰基尼逼到撞難之後 他是未能夠回到終點 另外伊云梅娜的退出 亦都是令他在今屆爭奪總冠軍的希望幻滅 結果文奴是以23分10秒276的時間勝出 第二和第三名分別是 意大利的泰基尼和英國的侯夫 首場退出的伊云梅娜 法夫斯和李曼琪 未能夠在第二回合趕級出賽 因此只剩下73分的湯神 還有審微機會 可以挑戰把12分的派奧 爭奪全力的總冠軍 第二回合有排頭位休息的派奧 一起步就領先 而甚至想贏他的湯神 很快就由第四位跳升到第二 第一圈轉入浦經灣 各位車手因為搶位發生控撞 包括了文奴和泰基尼 雖然說只是得派奧和湯神 有機會爭執全力的總冠軍 但其他車手仍然希望能夠 在這一場都獲得前三名 包括了意大利的勒連地 一個圈之後 普段下的蒙迪洛也都想過湯神 可惜是失敗的 最終只得第四 有六位上正在車手當中 在第二回合只剩下19人 可以完成了九個圈的比賽 最後派奧是由頭帶到尾 以23分19秒249的時間衝線 快到第二名的勒連來 0.842秒 湯神只得第三 完成了我們這一站之後 07年的世界房車錦標賽 亦都是過一段落 英國的派奧是以92分 成功衛免總冠軍 落後11分的伊維梅拿得第二 第三是湯神有79分